今天下午發生一個非常詭異的事情 竟然有一個人全身名牌的衝撞總統府 對 今天下午3點多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開了一台 賓市的163 163多貴 163大概要400多萬到500萬 竟然就直接在總統府外面直接給他撞下去 撞下去之後呢 大家都嚇傻了 你說那台只要400多萬 對 要400多萬 是一系列最貴的喔 163好 撞下去之後呢 憲賓特警人員趕快過來 然後呢下來之後他全身名牌 光他的鞋子就要3萬多塊 然後身上的那個Bellenshaga的T恤 破洞T恤也要1萬多塊 你說那叫什麼牌子 對 巴黎世家Bellenshaga 好 我聽到Bellenshaga 真的是有錢人 好 更離奇的事情 是他衝撞之前 這個畫面是在哪裡了 這個畫面是在內湖的AIT 他下午3點的時候 先跑去內湖的AIT 然後一直按喇叭 然後試圖假裝要往上衝 結果呢他按完之後呢 保留人員 保留總隊的人員發現這個人不對勁 然後趕快聯絡台北市的內湖分局 說你趕快過來來拍他 你說我開了這麼名貴的車子 我上面塗了一堆東西 對 他就是塗了一堆東西 然後呢他非常的生氣 然後有想要去抗議這個認知作戰 所以他是先去AIT 然後呢AIT弄完之後呢 內湖分局沒有答應一回事 就覺得說他可能就是 就是比較 比較激動的 然後就叫他走走走走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也沒有去處理他的事情哦 因為保留認為說他是有問題的 但是呢 叫他回家 他沒有回家 他跑去哪裡 我去裝走後腹 對 所以現在來講說 這樣子就是 這個事情是有問題的 你先在AIT這邊就表示說 你有這個政治傾向 你有一些想法 那你應該 把案子當成一個事情來處理他嘛 結果叫他回家 你可以開這個車又是全身名牌 你很有錢你幹嘛想不開 對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就是情緒上面是比較激動的 所以呢 他就是離開了內湖之後呢 就跑去撞著總統腹 那全身名牌上面這一件衣服 就要一萬多塊 然後呢 對 雖然是破洞 可是呢 內線一萬多塊 要一萬多塊 然後呢 他下面的鞋子呢 要三萬多塊 然後那台車也要四五百萬 所以他可能 對他的鞋 可能對政治真的有非常非常的狂熱 因為他車上噴的那些 大概都是他自己噴的 所以你光那些什麼SOS啊 認知作戰啊 你要再把那台車 重新的把它貼模 或者是要重新的噴漆 恐怕都要再花個幾萬塊錢 好 瑞德 其實這件事也太誇張了吧 過去事實上 那麼台灣常常發生啊 總統腑過去還有 沙士車直接撞到大門裡面了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在跑總統鋪 對 所以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認為說 總統腑是一個 你開四五百萬的名車 你的身上隨便一個T恤 都要幾萬塊 你幹嘛想不開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就是因為要撞到這個 總統裡面 那時候本來差一點啊 那時候馬英九的這個政府呢 還差一點研議 我們那個凱達格蘭大道不是 10車道好大嘛 本來要限縮到 只剩下幾個車道 後來認為這樣子 為了一個偶發事件這樣子 滑不來嘛 但是事實上這不是最可怕的 我跑過一個新聞 是所有的這種衝撞那個等於說 公務機關最可怕的交通部 為什麼 上面有汽油 交通部直接撞進去 爆炸 那一次 整個交通部那個那個門啊 這門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從側門這樣撤離嘛 整個 他因為自己本身有這個開滑單的問題 還有一些對交通部不滿的問題嘛 他竟然 直接把整輛車子直接 撞進去交通部的這個大門啊 造成那個大爆炸 那一次讓我印象深刻 為什麼呢 因為呢到底有什麼深仇 大家更到那樣的程度 說台灣又來了 必須用自己的這個生命來嘛 所以現在的總統府 為什麼會有好幾層 又有花圃 又有這個攔截網 又有幹什麼 就因為很奇怪 一有委屈 大家習慣去衝撞總統府 對 在立院執權行使法時候 我們看到了 綠營就開始喊我要罷免 我要從北罷到南 罷免的時代裡面 居然現在開出了第一槍 就罷誰罷謝國良 謝國良一開始擺完之後 說你過不了關吧 還沒想到短短的幾天之內 現在已經衝破了3萬 衝破了3萬5 現在號稱到了3萬6 還有人講目標到了4萬 現在謝國良這個罷免行動 已經勢不可免嗎 而這個勢不可免會怎樣呢 現在這個基隆的 山海拆糧行動 因為他的這個聯署分數 早就已經超過30792分 這個是這個第二階段的 聯署的這個門檻目標 我一開始聽到藍營內部 他們有點覺得說 這個謝國良的這個拆糧行動 罷免案 可能連第二階段也不會過 有點意外 可是你注意看喔 最後6月下旬那一兩個禮拜 民進黨林又昌 開始這個喊出來之後 是不是民進黨有幾個 基隆司議員也開始說 我的付出也提供他們做這個 聯署處的收件 就動員了 等於就是匯流了 這有點這個出乎 藍營從基層 基隆的這個基層 到黨中央的這個預估之外 沒有想到說 不是 國民黨中央永遠派在錯誤啊 所以還有一個問題 你說判斷錯誤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到底要攻還是要守 上禮拜 你到底是要冷還是要熱 對 那看這個情況 冷當然是最下策 冷的話冷處理 你看從這個過去韓國瑜被罷免 還有一連串的這個罷免 你只要幾乎冷處理的話 大概都是這個非死即重傷 幾乎就是等著被人家這個淋遲 謝國良會被罷掉嗎 現在的這個看起來 有人 地方是認為的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國會改革的這個事情 這個風波之後呢 基隆已經謝國良變成說 綠營的支持者要宣洩的這個出口 然後再加上這個 不是一直在吵說 明年要大罷免幾個藍營立委 那個還沒等到那個階段 有不少戶籍人在基隆沒有牽走 但是不見得住在基隆的 都想要回去 在這一波連署當中 也都有發現有這樣的連署情況 再加上綠營最後這個一兩個禮拜 還會集結 對 集結 把綠營支持者吹出來 所以讓他的這個連署門檻 有可能在這個七月初送了之後 就會過關了 那接下來這四個月 你就變成罷免的這個對戰期了 就我剛剛講的 你要熱還是冷呢 熱的話 不是上禮拜國民黨有人喊出來 地方上有人喊出來說 是不是要這個 你罷謝國良 我就罷你同志偉 同志偉 他以前是無黨籍的基隆市議員 選上之後 後來現在當上基隆市議長 他加入了這個民進黨 那當然啦 有人就想說你罷籃 那我就罷綠 那可是會不會激起這種 最瘋狂的藍綠對立的效率 因為你想想看 基隆市的這個選舉人數 2022年的話 大概是三十萬七千九百一十三人 你只要四分之一以上 你就是七萬六千九百七十九票 當時這個 在跟謝國良拼的時候 蔡世英大概是七萬一千多票 那等於七萬六千多 六千九百七十九 比七萬一千多 你只要民進黨 再催出五六千票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個捷骨眼 那你勢必要把 支持謝國良的反動 反罷免 不同意票 催出來到八萬票以上 要比他多耶 那現階段有可能 地方有一派人是預估說 有可能會讓這個基隆市的 謝國良 低空的這樣的一個掠過驚險 還有一些這個狀況 他不能讓這個基隆市民買單的話 他就會產生很大的變數 民進黨本來在這個 所謂的國會改革之後呢 說我要開始 我要開始進行一個大罷免 進行大罵免的第一個 就是謝國良 就沒有想到 他已經通過第二段的連署了 會真的罷掉嗎 罷掉了以後 真的會對國民黨 從北罷到南嗎 瓜哥 現在所謂的謝國良 通過第二階段連署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要充斥目標到四萬份嘛 對不對 但我請問一下 連署他所獲得的分數 跟最後所得票得到的結果 這兩者能不能直接畫上一個等號 不能嗎 當然不行嘛 因為我講連署他可以幹嘛 我可以找黨員 我可以找造冊 我可以想盡辦法把這個連署名單 反正湊起來就好 但你今天要選民 直接走到投票所 那個要叫什麼 要叫仇恨動員 但民進黨為什麼這次 適合襯奪體內心 反正我這四萬份我就要推過 因為謝國良 絕對會是未來一個大罷免時代的試金石 換言之 謝國良這個案子 如果能成後續的立委 我就有效應 甚至一路可以延燒到2026 但如果謝國良這個案子通過不了 過不了 那會變成什麼 這就直接壯士斷網 我就死在這邊 死在沙灘上了嘛 我接下來過不了了嘛 所以你想 我跟你講這一次連最寒蠻的 反應最慢的 朱立倫跟林濤系列 都得知道這個訊息 你知道他們做了什麼嗎 朱立倫第一個跟林濤說 我們全面部署 進入到這邊 協助謝國良 謝國良來黨中間開會 但各位這不是聰明的一步棋 他真正至關重要在哪裡 他要罷免同志委 法輪哥我請問一下 罷免同志委能不能借得了 救了謝國良 當然不行啊 你覺得不行對不對 但事實上可以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請問一下今天如果說 我單方面說 謝國良好 謝國良棒 我們大家來守護謝國良 這樣去號召 對謝國良的選票 或者說他罷免的票數 能夠阻止民進黨的仇恨值 持續上升嗎 不能嗎 當然不行啊 但你每天講你是一個快樂健康的成年人 每天講說謝國良沒戲圖 每天跟你講內頭案 依然這是民進黨的號召嘛 對不對 但今天當他把同志委這個牌打上檯面 所以你要統一天啊 你有可能統一天嗎 不要不要 張志豪這個牌打在檯面 他可以幹嘛 他有一個訴求的標的 對不對 我今天至少可以號召嘛 我可以動人嘛 不管他是不是在同一天 他有一個反向仇恨的標的 可以去把謝國良的防守盤 做一個升溫嘛 對於現在只有兩種中 兩邊都仇恨動員 對嘛 難怪人家都撞從東府了 對嘛 現在藍綠的內捲 現在已經仇恨動人 到一個惡意螺旋 到一個極致嘛 你想想看一個事情喔 守護謝國良這是沒有作用的 但今天當所謂的討厭同志委 或者把張志豪這些 對國民黨對藍軍而言 最仇恨的標的拉高 他有兩種做法 一個我直接能處理 我期待說你最後呢 反正我覺得你七萬一千的這個門檻 你也很難去過嘛 因為各位我們不要理性去討論這件事情 你知道最難最難喔 得票率最低的選舉是什麼 就是罷免 再來才是補選 補選最高頂多到五成 再來才是正規的選舉 也是他得票率大概七成 所以你就會用這樣去換算 就算蔡適應把他的盤 傾潮而出 想要過那個門檻恐怕都有點難度 就算了 行動 好看 請問一下